聖誕節到了 你們想好了去哪裡玩了嗎 上一集Dixon說再製作好食物給我 還說聖誕節一定要去吃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個整座山的菜式 就是這次港味龍的主角 別看他平平無奇 只要Dixon略施魔法 就會變成一道港式西餐廳的 著名甜品火焰雪山 嘩 我忍不住了 我要上機吃先了 嘩 這個火焰雪山真是超大 我看到上面鋪了很多水果 還有也有軟到朱古力醬 讓我試一下味道是怎樣的 很有趣 吃下去的感覺好像棉花糖一樣 再吃深一點 還有雪糕 還有一些蛋糕在裡面 口感也是很豐富 很有層次 吃真一點 還會吃到有冧酒的味道 加上朱古力醬是非常配合的 我覺得這個甜品真的很適合一大群朋友一起吃 因為你看到它的尺寸 如果一個人吃光 相當不容易 應該做不到 沒有 我就 一個甜品就令我這位無知少女這麼開心 無知的我當然不知道這個火焰雪山是怎樣來的 就等我們有請自力研究香港飲食文化的 蕭欣浩博士為大家開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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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聖誕 簡直要吃聖誕大餐 聖誕大餐 往常不像現在般普及 以前的人一家大小去吃 其實要用的錢都是十分之多 以前的人去吃聖誕大餐 當然要吃火雞 吃一下布甸 去到70年內的西餐廳 桌面就會有些變化 就會出現火焰雪山 火焰雪山其實是來自美國紐約的一間餐廳 慢慢流傳到香港的西餐廳 就有不同的變化 例如是高級的酒店 就會用一些自製的蛋糕 自製的雪糕 再加一些不同款式的水果 變成一個高貴的火焰雪山 但平民一些港式的茶餐廳 一樣都會看到火焰雪山 它有沒有火焰 一樣有火焰 開不開心呢 一樣開心 一道火焰雪山 可以說是每逢節日時 港式西餐廳吸精之作 到底要製作這道甜品 又難不難喝呢 我們有請在港式西餐廳長大 對西餐文化療兒子長的Dixon 教我們怎樣做火焰雪山 火焰雪山最主要是 蛋白、雜果、雪糕 我們先做底部 我們一般會加一些蛋糕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有時放在烤爐裡 它不會燒到雪糕就會溶 然後我們就放雪糕進去 外國人吃西餐 一人一個甜品而已 但中國人又不流行 覺得要做這件事 要大件隔壁吃 就把雪糕頂大了 一個甜品大家可以分享 像做蛋糕一樣 打蛋白也有個技巧 你不可以一下子就放進去 這要分幾次 我即是分幾次放在花檯上 因為蛋白打不起來 你一定要打起來 然後逐次放進去 放進去 四、四、四、四 打好蛋白 然後把雪糕鋪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鋪完後其實很大 是的 因為它的名字叫Pitch Alaska 所以一定有Pitch Pitch就放在表面上 開始我們就可以焗了 我聞到很香的蛋白 是的 就是要焗完出來 然後就淋了一些 煮熱了的冰酒 變成你一燒下去 淋了雪山表面 變得好像山上火一樣 焦了在表面上有些焦糖味 變成了有一種很香的感覺 七、八十年代 經濟開始起飛 港式西餐廳 成為了不少人 慶祝節日的指定環節 西餐廳的氣氛就很好 那時很流行去吃聖誕大餐 一到聖誕就接了很多乳藥 加上人們覺得聖誕節 有種氣氛 因為那時的酒店 有一份聖誕禮物 給那些人吃完之後 那些小孩子 後來餐廳就開始 送一包聖誕禮物 就放在一起 所以變成了一個聖誕大餐 很多客人 過時過節 聖誕節都會回來 去帶一些孫子來吃一下 就是覺得一種懷舊的形式 大家像老朋友一樣見面 大家像家人一樣 一道簡單的甜品 加點驚喜 就成為了食客的集體回憶 一間餐廳對食客的關愛 就連結了不同年代的客人 港味龍除了港食物之外 也包括了香港人的人情味 下一集 我們繼續發掘其他香港味道 如果大師家人會感到 就是說 竟然說